第49章是若儿不是婉婉 若儿她 在自己屋里为去上课的事情做准备 其实若儿这会儿估计是在忙活她院子里种的那些瓜果蔬菜 但云氏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女儿在院子里种菜 只好谎称为若是在为上课做准备工作 母亲 那我过去看看她都准备了些什么东西 谢淫道 谢夫人询问云氏 魏夫人 您看 云氏笑容有些尴尬 但谢夫人都问了 她也不好拒绝 便只能答应到 那我让我的丫鬟翠萍带谢小姐过去 那现在就走吧 谢淫说走就走 半点没大力跟前一直微笑住 看住她的胃亲碗 云氏猜得没有错 魏若此刻正在院子里面采摘嫩南瓜和南瓜藤的嫩尖 她的南瓜藤长得很好 爬了院落的半面墙 果子结了好几个 此时正是采摘这两样东西的好时间 魏若喜欢吃嫩南瓜和南瓜尖 这两样可以混在一起清炒 口感清爽甜脆 谢淫进门的时候 看到魏若站在梯子上 手里面跨住一个竹篮 专注地摘着什么东西 谢淫走过去 没出声 就在旁边看住 魏若听到动静 知道有人进来了 魏若先没管 但对方好半天没出声 魏若才转头看过去 谢小姐 魏若对于谢淫的到来没有太大的意外 她也听说了谢夫人会携谢淫拜访魏家的事情 只是好奇谢淫看住她做什么 你在干什么 谢淫问 摘南瓜嫩尖和小南瓜魏若回答 哦 那个我知道 我吃过 没什么味道 谢淫道 那可能是做这道菜的厨子不怎么样 有机会让你尝尝我家眉眉做的魏若的 谢淫没反驳 但她的眼神告诉魏若 她是不太信魏若说的话的 一个南瓜间能好吃到哪里去 谢淫目光扫视四周 你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躲会儿清闲睡会儿回笼觉 我一大早被我母亲带出了门 还没睡醒 谢淫一不关心位 若为什么要在自己住的院子里面种菜 二不关心魏若为什么没再准备上课需要的东西 她只想要找个地方发呆睡觉 魏若指了指自己摆放在院子里的藤一说 你要不把她挪到我那个葫芦藤架子下面去 那里太阳晒不住 再过会儿太阳大了 有些晒人 要睡觉的话 还是得找个阴凉些的地方 谢淫点了一下头 然后搬起魏若的椅子就过去了 藤一很舒服 葫芦藤长得茂盛 架子下面很阴凉 很符合谢淫躲清闲发呆的要求 谢淫摇了一会儿后对魏若说 你种的这种植物能给我点种子吗 我回去在家里也种一棵 还有这藤饮你在哪买的 我也想要买一个 这是喜欢上魏若的这套配置了 种子可以给你 但是现在种应该来不及了 藤饮外头应该有的卖 你让你家下人多帮你问问魏若回答 那现在这个季节种什么藤 能长成你这个样子的 要那种随便种种就能活的 我不会养植物 养什么都死谢淫又问 那可能没有什么太合适的 大多数的爬藤长在院子里都需要打理的 胶水施肥还要预防虫害 麻烦谢淫嘀咕了一声后就不说话了 闭上眼睛就开始小气 所以他来找魏若并不是有多喜欢魏若 单纯是魏若这里方便他睡觉 魏若自诩是个不爱社交 喜欢躲清闲的人 但是看看谢淫 他也只能甘拜下风 魏若和谢淫相安无事地待了有半个时辰 云氏和谢夫人找了过来 后面还跟住魏清婉 今日谢夫人来访 魏清婉全程陪同 他乖巧温婉的表现得了谢夫人多次夸奖 连连感慨 如果自己的女儿能有魏清婉一般的乖巧懂事就好了 这让云氏感到十分骄傲 女儿确实是非常懂事的 他估摸着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与谢夫人提让自己女儿与谢家小姐一起读书的时候 谢夫人会答应得如此爽快 进到听松院的谢夫人看到谢淫躺在阴凉处睡觉 丝毫不觉得意外 他女儿就这个性格 要他出去玩 他能风尚一整天 但要他在家乖乖当个大家闺秀 他就要多懒有多懒 这性子要是搁在别家 那肯定是要挨训的 奈何他这个宝贝女儿全家都宠着 就养成了这么个性子 谁都管不住 谁都管不好 谢夫人歉意地笑了笑 然后询问魏若 魏小姐 小姨没有打扰你吧 没有打扰到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魏若挺喜欢谢淫这种性格的 对她来说没有压力和负担 那就好 这样以后你们一起读书的时候 也可以相处得很愉快 谢夫人笑着说 此言一出 一旁的云氏和魏清婉都愣住了 云氏追问道 谢夫人 您刚刚说 若而他以后要和谢小姐一起读书 谢夫人有些疑惑地看住云氏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我只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谢夫人会同意 若而也一起去谢家 跟住王先生读书 云氏警察道 耶 谢夫人脸色的疑惑越发浓重了 魏夫人 您先等等 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你说的话了 云氏也是一脸茫然 谢夫人刚才说的 那话难道不是让若而也一并去谢家读书的意思吗 谢夫人看住魏夫人 笑容温和 魏夫人 我们一开始说的不就是让魏大小姐来我们谢家跟我家银儿一起读书的吗 谢夫人 您的意思是 你说的是若而不是婉婉 云氏一脸震惊 第五十章不想做亏本买卖 怎么会是二小姐 二小姐不是一直在支县府上读书吗 我怎好与支县府抢人呢 我听说大小姐因为刚接回来不久 还没有安排读书 便想着魏夫人说的必然是大小姐无疑了 谢夫人回答 云氏去到谢家的时候 只说了自己的女儿 并未提是哪一个女儿 谢夫人想当然以为是还没有安排读书的魏弱了 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还与云氏说觉得他女儿非常好 与他女儿应该十分合得来 还说王先生本就跟提过要他找魏家小姐来 一并教学 云氏十分高兴 并想当然地认为是魏清婉了 压根就没往魏弱的身上去想 怎么想也不觉得魏弱能入得了谢家的眼 更别说是王先生的眼了 魏清婉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脸色肉眼可见的白了 魏弱感受到魏清婉投来怨对的目光了 看得出来魏清婉很惊讶 甚至不知所措 甚至把气升到了他的头上来了 可这又关他什么事情呢 他可没有主动要让魏清婉丢这个人 这是他们自己闹出来的乌龙 谢夫人看住面前错恶的云氏和魏清婉 也回过魏来了 谢夫人知道自己不方便久留了 便把谢盈喊了过来 再与云氏告了别 临走前对魏弱说 那位大小姐 我们两天后再见 在读书仪式上 你若有什么需要可尽管与我说 我提前给你准备好多谢夫人魏弱 道谢道 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的云氏 强撑起笑容 送走了谢夫人和谢盈 再回来的时候 他满脸的疲惫 看住魏弱和魏清婉 张了张口 却不知道说什么 便让两人各自休息去了 然后自己回苍云院去了 魏清婉看住离去的云氏的背影 眼里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他抬头看向一旁的魏弱 眼神里愤怒和不敢置信并存 魏弱没搭理他 回过头去继续忙活他的南瓜藤了 过了一会儿 听到脚步声 知道为清婉小跑猪离开了 回到苍云院的云氏思绪万千 谢家同一位家的女儿去读书 做王采薇先生的学生本是好事 不管是哪一个他都应该开心 但是谁想闹了一个乌龙 云氏的心情就变得很是复杂 高兴还是有的 至少还是有一个女儿 要去谢家跟王先生学习的 可还有担忧 心疼和揪心 担忧是若儿的话 可能会表现得不好 心疼婉婉 这个乌龙 让婉婉在这件事情上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至于揪心 也说不清楚 到底揪的是哪门子的心 临近晚膳的时候 魏弱让秀梅去跟苍云院的人说 自己身体不舒服 今晚不去善厅用膳了 魏弱知道 今天这顿晚饭 他如果去善厅里吃 必然是要面对一桌子的低气压的 还不如不去 想来今天家里的其他人 也都不会在意 他有没有去善厅用膳这个问题 然后魏弱跑到了营竹院里 找魏锦衣蹭饭了 美气明曰 魏感谢二哥帮忙给我找了魏女先生 请二哥吃我们自己做的饭菜 魏锦衣默认了魏弱的行为 也知道魏弱为何要躲到他这里吃饭 秀梅和小北在小厨房里忙活的时候 魏弱和魏锦衣坐在亭子里面 心情不错 看出魏弱脸上俏皮的笑 魏锦衣的脸上也不由得多了几分喜色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魏锦衣发现魏弱在自己这边的模样 和在家里其他人面前的模样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他这里更灵动活泼 也爱笑 必然是不错的 虽然这乌龙不是我想搞出来的 但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我心情自然是好的 魏弱也不掩饰自己看好戏的真实想法 你处理得很好 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谢家吗 魏锦衣问 一开始他也不知道魏弱要怎么做 但是当他跟他说要他将王先生推荐给谢家的时候 他便有些懂了 因为是有名望的女先生 谢家肯定会非常乐意 不仅乐意 还能帮魏弱支付述修 只要王先生再跟谢家提一嘴 教导的学生里再带一个魏家小姐 魏弱就可以顺利成章地去谢家读书了 魏弱回答 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 谢家在新善县除了校卫府和前之县家之外 最有底蕴的人家了 也是可以不给魏家颜面的人家 其二 我与谢盈相处过 我俩虽然没什么交情 但我喜欢谢盈的性子 我俩可以做到互不打扰 相安无事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让我伤脑筋 如果 之后母亲再去请求谢家 想要为亲吻与你一同去谢家读书 你可愿意 那必然是不愿意的 我本来就是为了躲他费的这番功夫 要让他去了 我不就白忙活了吗 再说了 这女先生是你动用了你的关系帮我找的 我怎么能让别人占了我的便宜 如果他和我无冤无仇也就算了 但上次他污蔑我推人的仇 我还记着呢 我虽然我暂时没什么机会报复回去 但我也总不能让一个 跟我有仇的人占我的便宜吧 那我多吃亏啊 我不想做亏本的买卖 那我呢 魏锦益问 你 与我 你可做了亏本买卖 噗 看出魏锦益那张一本正经的脸 一时间没忍住 魏锦益还是严肃地看住他 嗨嗨微弱清了清嗓子 也一本正经的跟魏锦益分析 细细算来 那日我为了救你 被关了柴房 得罪了当家主母 还陪进去一堆药 但是你这个人呢 还是挺好的 又是给我老杉身 又是帮我找女先生的 注释是个知恩图报的 所以我觉得 在你这里的这笔买卖 我不亏 魏锦益笑了 他的笑容并不张扬 总是浅浅的 温温的 但如水 温如玉 话说 我有个问题 魏若突然冒出来一个疑惑 有何问题 就是你这人看起来柔柔弱弱 平日里见你 也是整日待在家里 不是读书就是写字 可为何那日 我脱到你衣服的时候 你身上还挺结实的 那些肌肉啊 线条啊 都还挺好的 第五十一章 以其人之道 嗨嗨嗨嗨嗨 魏锦益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两颊也飞快地染上了红韵 那抹红色 一直从她的两颊扩散到了耳后跟 怎么了 魏若问 此事不要再提 在我面前不行 在外人面前更不行 魏锦益言诉道 你放心 我在外头这点分寸 还是有的魏若扑斥一笑 跟住凑近了魏锦益一些 低声说 我不会告诉别人 我家二哥有一副好身材的 轰 魏锦益的脸彻底红透了 好比那被开水煮过的大闸蟹 看出她飞红的脸颊 魏若在心底可敬地笑 哎呀 二哥还是挺有趣的嘛 居然这么害羞 被妹妹看了身子都这么羞 这以后娶了媳妇儿 可怎么办呢 笑过之后 魏若继续刚才的问题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 每日读书写字 身上还有剑子肉的 她还没忘记追问魏锦益 这个问题呢 有席练强身剑体之术 魏锦益回答 那你真的很自律了 哪怕在这一方小院里头 依旧没有忘记 保持好身材 魏若评价道 我与你们有些不同 无法懈怠魏锦益难难道 这话她像是对朱魏若说的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魏清婉在房间里哭了许久 魏逸琛和魏逸琳相继来安慰她 和以往不同 这一次魏清婉哭了许久 都没能缓过来 然后魏若也来了 魏逸琛和魏逸琳从屋里出来 看到魏若 神情都有些异样 魏逸琳藏不住情绪 冲上来便质问魏若 你这个坏蛋 你抢走姐姐去谢家读书的名额 你害姐姐哭得这么伤心 魏若神情自若 不紧不慢地反问魏逸 称 首先 谢家一开始就选中了 我去陪谢小姐读书 是你们自己搞错了 怎么变成是我害的了呢 你这个逻辑有点不对 这罪名给我扣得莫名其妙的 其次 我过来看望清婉妹妹 怎么就变成来看好戏了呢 她有受很大的委屈吗 她不是还可以继续去支县府上学吗 她之前的几年里一直就是如此 原先不觉得委屈的事情 现在怎么成委屈了 而在你们误会 谢家同意一起去读书的人 是清婉妹妹之前 你们安排我去支县府读书的时候 不是说支县府的那位女先生 也是很厉害的吗 怎么到了清婉妹妹身上 就成了受委屈了呢 魏若不仅不慢地 反驳完魏依林的指责 浅笑盈盈地看住魏依林 那不一样 姐姐她比你厉害 她本来就应该去谢家的 魏依林反驳 哦 所以你们都是骗我的啊 说会公平对待我和清婉妹妹的话 都是忽悠我的 对不对 其实你们心里面 就一直没有把我们两个人的位置 放到一处去 对不对 有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理所当然 发生在清婉妹妹的身上 就是受委屈 对不对 魏若嘴上说着伤心的话 可嘴角总是 情着浅浅的笑意 一双清澈的眼眸 明亮如炬 彭扶将魏家兄弟的 所有心思 都洞悉了个头 魏依琛和魏依林 皆是一愣 尤其是魏依琛 她有些心虚的 不敢去看魏若的眼睛 魏若又是一笑 也别觉得不好意思 我也没要求你们 公平对待我们二人 只是不要嘴上说一套 实际上做一套就好 该怎么住就怎么住 说着魏若又低头看向魏依琳 还有你 别那么双标 对魏清婉一套标准 对我又是另一套标准 你不想承认 我就不承认呗 干嘛还要用你的那套标准 去要求我呢 我又不欠着你什么 魏依琳说 就算你没有责任 那你现在跑来姐姐这里 干什么看她的笑话吗 故意惹她伤心吗 有什么笑话可以看的吗 她不过是继续去支县府上学而已 难道说去支县府上学是个笑话吗 那之前你在偷偷笑话我了 你和魏清婉拿着笔墨指砚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是来嘲笑我的 魏若反问 你 你 魏依琳被魏若对得不知道如何反驳 小脸顿时仗得通红 魏依琳沉思了一阵后 语气沉重地对魏若说 若而你说的没有错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处理的确实有事偏颇了 依琳说的话也很有问题 我会好好教导她的 嗯 我相信大哥是个公平公正的人 也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魏若笑着说道 公平公正说到做到这两个词 就像两把利刃在魏依琳的心口 割了两下 魏依琳意识到 虽然他们总说对两个妹妹是一样的 可好像很多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婉婉 并且总是下意识地认定 婉婉要比辱而优秀 对不起 是大哥做得不够好 魏依琳道歉 魏若没接魏依琳的话 看了眼魏清婉的屋子说 我今天过来 本来是想要去问问清婉妹妹去上课的话 需要带些什么注意些什么的 现在看来我不是很受欢迎 那就算了 我去问二哥好了 魏依琳连忙喊住魏弱 若儿 这些事情大哥也可以教你的 不用了吧 大哥 挺忙的 我就不打扰大哥了魏弱回答 大哥现在有空 不如你同大哥回去 大哥与你讲解可好 魏依琳用期待的目光看住魏弱 还是不用啊 我觉得二哥比大哥更空一些 魏弱还是拒绝了 那好吧 魏依琳不好再勉强 神情有些失落 魏弱没去管魏依琳想什么 转身离开望眉院 临走前瞥了身后的屋子一眼 他知道魏清婉在里头听着呢 他今天就是来还那日 魏清婉来给他送礼物的那一处的 那日魏清婉口口声声说来找他 给他送礼物是为了他好的 怎么现在处境调转了之后 他们就立刻觉得他是来炫耀嘲讽的了吗 他虽然一点都不想跟魏清婉争宠争男主 可也不代表魏清婉能欺负到他头上来 明里暗里的来招惹他 该还上的还是要还的 两天后 校尉府门口停靠着一大一小两辆马车 魏清婉和魏弱差不多一个时间走出门 云氏来送两个女儿出门 看住魏弱和魏清婉 云氏心中五味杂陈 魏清婉正想要上大马车的时候 魏弱喊住了他 不好意思清婉妹妹 母亲说过 谢家距离校尉府远一些 所以大马车给去谢家的人 第52章这是母亲的意思 文言魏清婉脚步一致 转过头来神情疑惑地看向魏弱 而魏弱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其实我坐哪辆马车 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 身为长姐 本也不应当与家中弟妹 在这等小事上多做计较 但母亲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不好薄了母亲的意 为清婉又看向云氏 云氏此刻也不知道 要怎么开口了 这话确实是他说过的 可当时他们都以为 要去谢家读书的人是婉婉 不知道这件事情上 婉婉会受委屈 要是知道婉婉会受委屈 为了照顾婉婉的心情 弥补他受到的伤害 他肯定不会提换马车的事情的 母亲 这 这是您的意思 魏清婉问云氏 是 是我的意思 云氏道 虽然心中有些疙瘩 可自己说过的话 云氏不能不认 他接着安抚魏清婉道 晚晚 谢家门没高 不能让谢家人小瞧了我们 大马车就让你姐姐来坐 那边那辆马车虽然小了一些 可却是新买的 是母亲特地让人置办的 魏清婉的眼眶已经红了 他咬着下唇轻点了一下头 女儿知道了 母亲不用担忧 女儿都明白的 声音微微颤抖住 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在极力隐忍住 委屈难过的心情 如此难过 却还要故作坚强的模样 惹得于是一阵心疼 魏若走上前来 母亲不用担心 清婉妹妹是个十大体的 自是不会因为换了辆马车 就难过落泪的 我刚回府的时候 他可是说 要把他的一切都给我的 虽然我也没想着 要清婉妹妹的东西 但既然清婉妹妹这么说过 就代表住 他有这么份心意在 现在只是把他原来坐的马车 给我这样的小事 应当不至于伤心的 魏清婉的眼泪 都在眼眶里打转了 听了魏若的话 声声又给憋住了 魏若看住魏清婉又说 其实要不是母亲 分析了客观的原因 我倒是真不介意 我去坐那辆小一些的马车的 毕竟从前我在乡下的时候 可是连牛车都没有的 能有马车坐就不错了 大点小点 与我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言 云氏心头一紧 在看着魏若清明澄澈的眼眸 顿时有些不是滋味了 云氏顿时觉得 自己这两天的想法有些问题 婉婉虽然受了点委屈 但又没那么委屈 毕竟这么些年 婉婉用的都是 魏家大小姐的标准 就算如今换了辆小一些的马车 那也比若儿 从前过的日子要好一些 这么想想 他要是再将婉婉受委屈挂在嘴上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想清楚这一点后 云氏对魏若和魏清婉说 好了 时辰不早了 你们都上各自的马车出发吧 尤其是若儿 今天是你第一次去谢家 凡事要多注意 知道了魏若回答 然后潇洒转身 利落地上了大马车 而魏清婉扭捏了一会儿 确定云氏不会改变注意后 在丫鬟脆和的搀扶下 上了那辆明显要小一号 并且寒酸的马车 进了车内 魏清婉便开始戳气 小姐你别哭了 仔细别哭坏了眼睛 脆和盲安慰道 我也不想哭 可这眼泪止不住地掉 我的心也是一阵一阵地难受 魏清婉哀怨地说道 紧接住看了一眼破旧的车厢 我如今是连坐家中的马车的资格 都没有了 估计距离我被赶出家门 也用不了多久了吧 脆和盲安慰 小姐您别多想了 只是失了读书这一桩事情 老爷夫人和少爷们 还是像从前那样 宠爱住你的脆和 作为李嬷嬷的女儿 观点合理 嬷嬷一致 他们都认定二小姐有家人的宠爱 日后必然要过得比大小姐好 谁知道呢 大哥现在对姐姐同样很好 姐姐又比我有本事 能入王先生和谢家的眼 而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夫人已经恼了 大小姐了 大小姐屡次三番顶撞她 夫人对她的那点愧疚补偿之心 快要被她消磨带进了 翠和继续道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我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处境 和之前不一样 经历了这次的乌龙事件 为清婉悲观了不少 不再是李嬷嬷和翠和 几句话能够劝好的了 此刻的魏若正在大马车上 出门的时候她大包小包 带了不少东西 对家里人说是文房四宝 其实中间掺杂了几本账簿 她刚好可以趁着上下学路上的时间 看会儿账簿 不至于太无聊 到了谢家 魏若被带去了谢家 设置在家里的学堂里 谢家的府邸 要被校尉府宽敞 宏伟不少 进门后 由府里摸摸领着一通走 差点没给魏若走晕了 到了地方 里头就摆了两张桌子 很是宽敞 王采薇和谢盈都已经在了 左边那张空住的桌子 是留给魏若的 上面已经摆好了 崭新的笔墨直验 毫无疑问是谢家为她准备的 大概怕她漏袋或者忘袋 魏若撇了一眼桌上的东西 都是出自四宝斋的 与放在谢盈面前的是一样的 魏若入座后 王采薇便与二人做了自我介绍 作为声名在外的才女 王采薇没有出众的外貌 但她的面容 看着让人感觉很舒服 是那种充满了书卷气 又宁静安详的感觉 然后王采薇让谢盈和魏若 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 等介绍完后 她没有立刻开始教学 而是拿了几本书来让二人挑选 其中女剑 女训 女轮语一类的书 也有诗经周易春秋 孙子兵法一类的书 魏若和谢盈端详了一会儿后 一人选了一本 魏若选的是周易 听说周易读好了 能算命呢 不知道真的假的 虽然不太信 但感觉相比于其他几本 要有意思一些 谢盈则选了孙子兵法 好家伙 谢家小姐比她还要猛 看住二人的选择 王采薇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知道要如何教你们了 先都坐下吧 第53章 秦苗掌承 出人意料的 王采薇并没有批评魏若和谢盈的选择 而是让二人坐下来 然后开始给二人讲课 魏若本来是对听课不抱什么希望的 但是王采薇教课并非她想象之中枯燥乏味的样子 她会颇为生动地与他们讲典故 讲文字背后的故事 也会从文字本身做适当的拓展和关联 本来年霸的谢盈也跟打得鸡血一般 瞪着两个眼睛 听得格外的入神 尤其听王采薇讲历史中的大规模战争的时候 魏若感觉谢盈都要跳起来跟人钱架去了 早上是二人一起授课 到了下午 王采薇又安排了二人各学一 焚香点茶 插花挂画是时下最新的四亿 大家闺秀至少学一样 王采薇让魏若学之香焚香 让谢盈学挂画 王采薇的安排 谢盈满不满意 魏若不知道 她自己对王采薇给自己挑选的课程内容 还是很满意的 一天下来 魏若感觉挺不错的 比她预期的有趣不少 期间王先生还讲了一些规矩 比起李嬷嬷那刻板的讲解 王先生的讲解如同春雨润物一般 更让人容易接收 就这样过了几天 城南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魏若不得不跟王先生请假来处理城南的事情 经历了15天的御殃期 城南实验田里的殃苗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 这段时间里 张嬷嬷每隔一天都会跟魏若汇报央苗的情况 看住央苗掌势旺盛 张嬷嬷也从一开始的不情不愿变得积极起来 一开始不情愿是因为她觉得魏若是在胡闹 等看到央苗掌的郁郁葱葱 张嬷嬷才恍然大悟 这个从乡下来的大小姐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 但是还得大小姐您去看了才能定下来张嬷嬷 现在不敢自己随便拿主意 还得请示魏若 你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母亲吧 魏若说 虽然只是御殃成功 还未证实收获稻谷 但也足以说明 经过她改良的盐检地 已经可以正常种植水稻 魏若需要将这个成果报告给魏明廷 但她现在没法直接去找魏明廷 只能先汇报给于氏 张嬷嬷立刻照做 跑去苍云院汇报了这个好消息 张嬷嬷跟云氏汇报的时候 魏清婉也在苍云院正和云氏闲聊住 听完张嬷嬷的话 云氏一脸惊喜 真的吗 真的成了 千真万确 这一个月里老奴一直盯着 那羊苗啊 长得可好了 郁郁葱葱的 老奴丝毫不夸大 这羊苗比我们在城北馒头山上种的 长得还要好呢 那太好了 我马上派人去通知老爷 云氏连忙道 云氏急忙叫来了护卫警虎 把事情交代给了他 看住云氏激动兴奋的模样 一旁的魏清婉神情不由地变了变 没想到姐姐真的成功了 真的是太好了 魏清婉说 是啊 若是真成了 此事对你爹爹 对整个校尉府都是有极大的助力的 云氏没有注意到女儿神情的低落 沉浸在这份激动的情绪当中 他紧接住对张嬷嬷说 张嬷嬷 你去把若儿叫过来吧张嬷嬷 忙道 夫人 大小姐除了让老奴将事情禀报给您知道之外 还让老奴请示夫人 她准备去一趟城南 如果央苗掌势合适 就要收起来进行插秧的队友 这央苗插秧时机很重要 不能耽搁 那我就不耽误她办正事了 正事如此的不够的先让老爷 看看如今央苗的掌势才好 若是插了秧 就说不清楚 到底是从城南荒地上种出来的 还是从别处运过来的了 那 夫人觉得此事该如何办 你让若儿先等等 等她父亲回了信 如果她有时间 就马上让她去看看 最好还能带上前之线一起去 如果没有时间 就让若儿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插秧吧 好 那 老奴先去回禀大小姐 嗯 去吧 在这件事情上 云氏十分尊重魏若的决定 没过一会儿 张嬷嬷就又回来了 带回来魏若的意思 大小姐说 她先要去一趟城南 看看央苗的情况 如果老爷那边有消息了 可以让老爷直接去城南 就照着若儿的意思办吧 云氏道 得了云氏的首肯 张嬷嬷便回去跟魏若复命去了 魏若在张嬷嬷的陪同下 坐着马车出了城 见到了长势极好的央田 对此魏若很满意 负责耕耘的阿贵和小八 也显得异常的高兴 央苗长得好 就意味着可能带来好收成 这对连年欠收的新善线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大小姐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要起央吗 阿贵询问道 先等等 看看我父亲要不要来这里看 你们现在先去将旁边的荒地开垮一下 这里成了 那其他荒地的开垮 也马上就要提上日程了 魏若交代道 好 阿贵和小八干劲十足 立刻行动起来 魏若又去了附近查看 过了大概一个时辰 魏若看到有大队的人马 朝着自己而来 远远的 魏若看到了最前头 骑驻马的魏明亭 他的铠甲还没拖 应当是接到消息后 直接赶过来的 没时间换衣服 紧接住 他又看到了随同魏明亭一起来的 钱之县和楚蓝 钱之县会来位 若是能预想到的 荒地改良成功 对钱之县来说 也是正极一件 他必然是会上心的 但是楚蓝在太意料之外 看到他的身影 魏若眉头微醋 本能的抗拒和这个人 有过多的接触 没一会儿 大部队就来到了 魏若等人的跟前 魏若携张嬷嬷 阿贵和小八上前迎接 魏若微微俯身 行礼 见过父亲大人 见过钱大人 至于楚蓝 他自己没对外透露身份 就怪不得魏若不跟他行礼了 不必多礼 魏明亭的声音难掩激动 过来的时候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 魏若身边这一块 郁郁葱葱 生机勃发的央田了 这片清脆的绿色 和周围的荒芜之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跟住魏明亭一起来的其他人 也在近距离观察着魏若的央田 四章得到一致称赞 众人经过了一番观察后 脸上不约而同的有了喜悦 就连一向态度冷淡的楚蓝 都不例外 钱之县兴奋地称赞道 魏大人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啊 竟然当真在这片荒芜之地上 种出了农作物 如此一来 我新善县的耕地面积 必会大大增加 当真是解了我新善县百姓的燃眉之急啊 跟住楚蓝一起来的陆玉红 更是夸赞得十分直接 这也太厉害了吧 旁边连杂草都没几根 这里居然能种活庄稼了 而且我看着这秧苗 长得比心善陷 其他地方的还要好一些 魏明廷听着众人的夸赞 看住面前打扮利落的女儿 心中欢喜住也骄傲住 说来惭愧 小女有这些本事 全是她自己努力得来的 我这个做父亲的 没能尽到什么责任 也没能好好教导过她 什么夸奖她女儿的 是实话 魏明廷就不谦虚了 但是说她教导 有方她是真受之有愧 前之县道 魏大人就不要谦虚了 你忙也是为了 新善陷的百姓安危 令爱如今也是为了 新善陷的百姓 才冒着危险不辞辛苦 来到这城南进行开荒的 你们父女俩这片 爱民之心是一样的 这时候 楚兰开口 询问魏弱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魏小姐 公子请说魏弱没有躲闪 我看这田里长得还是秧苗 可普通稻子此时应当快要抽碎了 你这还是央苗状态 是不是有些太晚了 楚兰问 刚刚大家都沉浸在荒地改良 成功种出了央苗的喜悦当中 一瞬间忘了这个关键点 楚兰这一开口 魏明廷和前之县都看向了魏弱 眼神里同样充满了 对这个问题的疑惑 魏弱解答道 公子请放心 我在这片央田里 播撒的种子 是从胡州府那边 带过来的新稻种 与普通稻种稍稍有些差别 在农历六七月份播种 生长期约为一百六十天左右 到十一月份才成熟收割 文言魏弱面前的三人 再次露出了惊喜的神色来 不管是为人父母官的前之县 还是身在皇家的楚兰 亦或者是身为武官的魏明廷 都清楚地知道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 能在不同时间种植水稻 就等于人为的将耕地面积扩大了 但眼下他们还没能看到成熟的道子 也不敢轻易相信魏弱说的话 楚兰说 等到魏小姐在此处示众的道骨成熟 确定魏小姐能帮助新善线 增加可耕种面积 增加粮食产量 我会将此事禀报给朝廷听到这话前 知县心情有些激动 因为如果上报 大部分功劳是属于魏家的 但也少不了他这个知县的一份 魏明廷的反应寡淡一些 没有多大的喜悦 但也看得出来 他是期待着这件事情的 魏弱并不怎么高兴 如果今天换个人跟他说这些事情 他心情还会好一点 但是楚兰 他是真的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 钱之县接着向楚兰请示 公子 您看这城南荒地是否可以交于府压 和校尉府进行大面积的开发呢 楚兰有令 他此行只希望他们这些人知道 便是家眷也不可说 所以钱之县立马改了称呼 魏家大小姐的示众已经成功 钱之县不管是出于个人政绩考虑 还是为百姓生存考虑 都是要想办法扩大规模的 楚兰答 新善县是钱之县管辖之地 荒地要如何开发钱之县可以自行做主 无需向我请示钱之县 下 本官知道了 然后钱之县询问魏明廷 魏弱妇女 魏大人 魏小姐可愿意承包下这城南的所有荒芜之地 魏明廷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看向魏弱 城南荒地开墾的事情是女儿提出来的 也都是女儿花时间花精力 之后要是扩大开荒面积 辛苦的必然是女儿 所以决定权应该给到女儿 魏弱回答 父亲 女儿觉得这城南荒地面积很大 如果全部交由我校尉府来开墾 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 不如我们将荒地交给百姓进行开墾 城中失去生计的百姓不少 尤其是受倭寇之乱 无法出海捕鱼的渔民们 如果分一些荒地给他们 再教他们改良种植之法 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做的 魏弱廷深受触动 便转头问钱 只显 钱大人 小女所言不假 这么大的荒地 单凭县衙之力和校尉府之力 是开垦不过来的 不如交给百姓们 让他们有地可耕 有粮可收 钱之县为南道 并非本官不愿意分给百姓 而是如今倭寇横行 这城南也非安全之地 望月山虽然隔绝了 新扇县的南侧和东侧 可难保不会有窝人越过山来 若是放任太多百姓自由出入城南 怕是会带来诸多隐患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当初为什么 魏弱让奶娘跟官府申请 开垦城南荒地被拒的原因 这倒也不是什么男士 楚兰突然出生 众人都看向楚兰 魏弱也看他 楚兰眼眸深邃 最近朝廷会增派兵力到新扇县 届时在望月山和城南的重要卡点设防 便可保障城南无忧 让百姓放心地在此处耕作听完 楚兰的话 前之县和魏明廷神色各异 朝廷愿意多派兵过来自然是好事 可就是不知道 抗窝不利的魏家 和没能带住新扇县百姓吃饱饭的前之县 会不会被责罚 紧接着楚兰看住魏弱 魏小姐想要百姓来开垦这里的荒地 那你愿意将改良荒地的方法交给他们吗 当然魏弱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 的回答 这不废话吗 把荒地分给百姓 让他们来城南却不交给他们改良方法 难道让他们来城南发呆看风景吗 楚兰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扩大规模后需要的人力物力必然会增加 为帮助魏小姐更好地开垦荒地 我会派谢人攻魏小姐拆遣 魏小姐可放开手脚来干 谢过公子好意 只是我与公子男女有别 理应必嫌魏弱忙道 第55章若而真懂事 这点魏小姐不必担心 我若是要派人帮魏小姐 自然会派个嬷嬷过来与魏小姐交接 不会让魏小姐与我或者其他男子打交道的楚兰解释道 见男女有别的这个借口 没有让楚兰打消念头 魏弱抬头看向魏明廷 希望魏明廷能开口帮她拒绝 魏明廷似乎接收到了魏弱的求救信号了 她转头看了看楚兰 公子爱明 是百姓之福 不过小女目前没什么大规模调度人员的经验 还是让她一步步慢慢来 楚兰打断道 魏大人不必多言 新善县城南荒地改良一事 魏小姐是最有资格的 如果他都说不行 那应当没有人能说自己可以了 魏明廷也无法 了 只得道 既然是公子的一番好意 若而你就应下吧 公子新善 如此也是希望新善县的百姓能够吃饱饭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魏弱也没办法了 在和魏明廷 钱之县以及楚兰等人交谈过后 魏弱便命令阿贵和小八起羊苗 准备插秧了 育苗的时候 播种相对较为密集 等到插秧的时候 为了确保美株稻谷都能充分接收到光照 和得到土壤里的营养 羊苗之间的间隔会大一些 所以从这两亩的羊田里起出来的羊苗 用来种两亩的稻田是肯定有得多的 父亲 今年我们在馒头山上种的稻田 是不是死掉了一些羊苗 魏弱询问魏明廷 魏家和新善县的其他人家种的都是早稻 早就过了插秧期了 长势正常的 这会儿已经比小孩高了 但是魏弱听说 因为天气原因 新善县好多人家的稻子长得都不太好 有些直接死了一大片的 你母亲确实跟我提过 在魏明廷短暂在家的时间里 云氏不太会因为家中的一般琐事烦他 但是家中稻子死了不少这事 关系到秋天家里的收成 于是也不敢瞒着魏明廷 早早地告知了他 好早做准备 一会儿这里多出来的羊苗 麻烦父亲找个人送去城北馒头山 补上死掉的部分魏弱道 魏明廷愣了一下 然后欣喜道 若而想得周到 心中不由地感慨 女儿心思细腻 还不忘为家中考虑 魏弱想的是 等会儿把羊苗送去城北的话 他就可以顺道去小阳山了 至于羊苗嘛 不给魏家自己填礼 也只能送给别人 其他荒地还没开垦出来 是来不及种的 别人家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不种到馒头山去也是浪费 怎么说 也是他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羊苗 扔掉总是可惜的 羊苗全部齐好后 魏弱吩咐阿贵和小八重新离地 准备插秧工作 而魏弱则先回去了 和魏弱一起回去的 还有一部分准备送到 城北魏家馒头山种植的羊苗 回去的路上 魏弱趴在马车车窗前 看住沿途的风景 秀梅给魏弱捏了捏肩膀和小腿 小姐 要不要我们自己挑选几个靠谱的人出来 将改良土地的方法 交给这些人 不让其他人知道 秀梅询问道 不必 这方法我直接公开即可 这样做起来效率更高 魏弱说 那万一教会了徒弟 饿死了师父怎么办 秀梅问道 这里不是墨家炸 墨家炸的村民们 跟他们关系都挺好 小姐教他们不用顾忌什么 这里的百姓 他们还不熟 就怕到时候 混进去几颗老鼠屎 你放心 他们学去了 也只是学了表面 没有学会底层的逻辑 不会真的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的 更何况 你家小姐 我一身的好本事 不差这一项的 有些本事 为弱势要留着自己赚钱谋生用的 但有些技术 是可以分享出来 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 无辜百姓的 例如这改良土地的方法 他留着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也不是到处都有贫瘠的土地 需要他改良的 他也不太可能 靠着这方法赚太多的银子 而且他也不算将荒地改良的方法 完全交给别人 因为不同的荒地的改良方法 是不一样的 平级的土壤 各有各的平级法 也就有不一样的改良方法 哪怕都是严检地 进行中和改良的方法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用量多少 怎么调配都是有讲究的 他只把这一代的荒地的改良方法 分享出去 如果有人 一葫芦画瓢的用到别出去 是行不通的 很快 城南的事情 传到了云士的耳朵里 云士听得兴奋无比 又是改良土地 成功种出庄稼 又是有了可以挽中的道种 不仅得了大人们的夸奖 还能惦记着家里 梯田山的产量问题 魏弱做的这一庄庄 一件件都坐进了云士的心坎里 连连夸赞了魏弱好几声 他每称赞魏弱一声 一旁的魏清婉的心情 就下沉一分 魏清婉的心情变化 云士没有注意到 他得了消息 就忙着安排人手去满头山 准备将魏弱收回来的 秧苗补重上 在魏弱抵达魏府的时候 云士更是破天荒地 到门口迎接魏弱 若儿 这些天你辛苦了 云士满脸喜色 我先不回府里了 我带着这些秧苗 直接去满头山 这边安排好插秧的人手了没有 魏弱询问 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是例行公事 安排好了 一刻钟前 已经出发去了满头山了 只等秧苗到了 就可以助手插秧了云士回答 那就好 我跟住过去 也顺带看看 满头山上庄稼的掌势情况 魏弱说道 这样也好 不过 若儿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别太辛苦累住自己了 云士关心道 笨魏弱没继续和云士闲话家常 得了他的首肯 就立刻让驾车的刘伯 赶往城北满头山 对住云士的时候 魏弱说的是 去看满头山的掌势 其实是为了名正言顺地 去看他的小阳山 魏弱的真实想法 云士是不知道的 只觉得女儿非常懂事 很为家里助想 又是用多出来的秧苗 补全家里死掉的稻田 又是亲自去家里的梯田山上 查看情况 云士心中很受触动 虽然家里有些小矛盾 但在家庭大业上 女儿还是非常识大体的 第五十六章帮了大忙 魏弱的马车一路向北 到了城北满头山附近后 这边的管事的已经接到云士的命令了 早早地等住了 魏弱让管事的安排长工 将秧苗补中到空缺的区域后 便借口四处走走 在秀梅的陪同下离开了 沿途魏弱发现 这里的稻田涨势都不太好 还有大片死亡的情况 有些稻田的情况 比魏家的还要严重一些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照着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今年的秋收就堪忧了 对于新善县今年的粮食情况 早些时候奶娘就已经写信 与她提过 但是现在亲眼看到了 才知道情况比她想的还要严重 魏弱带着秀梅来到了小阳山 原来的荒山大部分 都已经被种上了红薯 满地绿油油的叶子 长是喜人 现在每天依旧会摘一些藤叶 到集市上售卖 两文钱一把的价格很清明 不管是富贵人家 还是普通百姓家都能买得起 故而每天一车都不够卖的 虽然两文钱这个价格不高 但还是能有得赚的 对于一般的瓜果蔬菜 魏弱倾向于薄利多销 而那些针对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它才倾向于卖高价 魏弱随机挑选了一块地 挖开一角 查看里面红薯的生长情况 这个时间的红薯 还没有长到最佳大小 个头还有些小 只有小拇指那么一小节 还远不到收获的标准大小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生长情况良好 没有出现病虫害 胃弱空间的种子都是优两种 在抗病虫害和耐汗耐烙上的表现 都很优异 并且生长速度也是同类中 相对较快的 估摸住再有个一个月的时间 这批红薯就可以全部长成了 到时候便可以陆续进行售卖 其中一部分放进仓库存起来 剩余其中一部分 魏弱打算制作成红薯钱后进行保存 其中一部分的红薯钱会放到国府店里去卖 端午出行的时候 魏弱就急着机会考察过几个国府店 最终选了一家 打算与对方进行合作 在对方的店里售卖红薯钱和红薯片 这样对魏弱来说 可以节省单独开店售卖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集住国府店 本就有的客流量为自己增加销量 魏弱一直在小阳山待到了傍晚时分 然后才回到魏家的馒头山 插秧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魏弱随便看了两眼后 便上了马车回去了 等魏弱回到魏府的时候 已经过了魏府通常的用晚扇的时间了 魏弱回家晚了 魏家人也没有提前用扇 一直等到魏弱回来 云士才通知厨房布菜 用了晚扇 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 云士询问未入今日的详细情况 今年大家田里的央苗都有不同程度的死亡 我们家相对还算好的 严重的死亡禁办 这环没到秋天 就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年的粮食情况了 城中百姓忧心忡忡 与我相熟的几家夫人也都不免为此事劳心费神 家中田产连年欠收 即便是心善献礼 有些底蕴的人家都未必吃得消 这一大家子的人等着吃饭 若是要天天买粮 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 更何况如果大家都缺粮的情况下 粮价必然是要上涨的 到时候就算想要自己买粮 也会变得非常困难 魏弱品着茶 没接话 他现在想的是 早知道大家的秧苗都死了 他该偷摸住 把多出来的秧苗拿去卖的 应当能卖不少钱 今日城南发生的事情 若儿再与为娘细细说说吧 云氏还想再听魏弱 说说具体的经过 秧苗长得不错 父亲和钱大人都认可了 另外还有一位京城里来的公子 说要帮忙 明日会派人过来 魏弱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所有事情都被他一笔带过 楚兰的事情 他不想提也不行 明天他派的人就在府上了 而且他这个身份的 魏明廷也不可能不提前通知府里 贵人要帮忙 云氏差一道 魏清丸也抬起头来看向魏弱 如今新善县里头 能被魏家人称之为贵人的 也就只有那日 在街上惊鸿一瞥的锦衣公子了 虽然贵人的身份没有彻底公开过 但是魏家人 凭集住京城传来的消息 已经菜了七八分了 嗯 他好像挺关心民生疾苦的魏弱很烦楚兰这个人 连带住都不想讲跟他有关的事情 魏弱说得风情云淡 但听得人心中却是澎湃汹涌 嗯 如此是应当的 既然贵人要帮忙 那若而你要加倍谨慎一些 云氏当即叮嘱魏弱 中第一事 我本就是尽我最大能力的魏弱回答 又不是中给楚兰看的 云氏有些感慨地说道 我原以为那日婉婉和钱小姐在法华寺冲撞了贵人之后 会惹贵人不悦 如今看来 那日之事贵人是没有放在心上的 反倒是如今 若而你在城南的事情 让贵人上了心 云氏说这话的时候 旁边微垂住头的魏清婉身子颤了颤 这话如同是一记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 再加上后面与魏弱的对比 魏清婉只感觉自己被人踩在了地上 魏依琳点住嘴巴 瞥了魏弱好几眼 不管怎么看 他都不是很相信魏弱能够做出这样一番失业来 明明连婉婉姐姐都做不到的事情 魏清若为什么会做得到 明明婉婉姐姐比她厉害那么多 一顿婉膳下来 魏清婉未同嚼辣 她带着伤心落寞的心情离开了苍云院 魏依琛看到她 便追了上来 询问 婉婉你这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大哥 我是不是很没用 魏清婉柔深问 婉婉为何这般问